你今天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你很需要天使 但是你的天使没照顾到你的 好了 没有 好 沈维叶同学 欢迎来到 你最好事环节 再见 今天你的他 就是沉默的时期你在想什么 现在玩意挑战就从一开始我不说话 可以啊 可以啊 说话呗 不玩了不玩了 你一定要这样吗 他希望我们今天都不说话 你问就问好 沉默学家 好啊 那现在大家都不说话 他不说话 那我也不说话了 他又来了 他怎么总是能把开玩笑的事情想的这么较真呢 我就知道他会一直不开口 他会他会把把这个场面搞得收拾下不来台 怎么感觉又在攻击你 他每次都在攻击我 内心啊内心 别骂了别骂 还想我们不会真的要吵架了吧 认识这么久以来都没吵过一次架 没吵过 但是今天是真实的想吵架 但我觉得吵不起来 因为你会讲道理 不会 如果这个人在情绪里 我就不会讲道理 嗯 就会加剧这件事情 嗯 你知道我生气的点是什么 我生气的点是 我知道他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然后他也知道我为什么 双方都在想凭什么 对 我想够了吧 可以了吧 对 我也想是够了吧 可以了吧 结果最后我生气了 但是后来 后来我还 倒是松了一口气 哎 王俊轩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 太好了 原来 是因为你的不完美 你真的别太离谱 是什么 我跟你讲 别太离谱 就是又为你开心啊 因为我觉得 一个完美的人是无趣的 嗯 嗯 觉得面面之道 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 嗯 让自己很累 好 下一个 作为我的天使 压力会很大吗 嗯 一点都不大 因为你这个人啊 啥事都写在脸上呀 该笑还是该 不是该笑还是该 咱不知道 虽然脸上很好啊 对啊 而且 嗯 我也很喜欢那种 就是对别人好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交朋友 就是要 简单只给啊 然后你如果知道 做一点点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让朋友感到开心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就像你 我只要 注意听你说话 知道你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 去帮你实现就好了呀 就是一点都不累 哇 哎呀 好开心啊 所以那姓姆森的帽子 我到时候给你个地址啊 就是等着这句话呢 嗯 行 下一个 下一个 你爸为什么管叫沈月啊 我还挺想知道的 首先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是晚上出生的 然后我爸呢 就在门 门口看一下月亮 哎呀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他希望我 像月亮一样 就是既能发光 但是又 不要那么耀眼 不需要像太阳那么耀眼 但是也可以发光 真好 这问题问的 今天 就是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那今天 你最希望 谁来当你的天使 如果再选一次 我大概能想到 我大概能想到 不是 我一直以为 你是我天使 张明你一直做得够好了 应该也是无缘吧 我就知道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差不多都是希望 吴雨恒来守护我们 然后 我们都想孝顺一下 王静萱 孝顺王静萱 你别说 我跟你讲 他当时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没人都想当王静萱的天使 然后被吴雨恒守护 行 我来满足 你来满足什么呢 你满足所有人 你怎么满足 守护所有人 给别人擦汗 我来给你们擦汗 我来给你们擦汗 擦汗 擦汗 擦擦楼要有表情 要那样 不要 不要 不要说 可是我给你擦汗了呀 不要 我帮不帮 没有啊 我很帮嘛 快夸我 快夸我